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无论是双男主颜值,还是CP剧情,这部新剧已经超越了陈情令。 山河令正在热播中,该剧目前仅播出了8集,但上升势头非常猛。 早在发布海报时,被某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是陈情令的续集。 首先两者剧名相似,而且也是采用双男主没有女主,显然是想借单改剧的东风。 很多看过陈情令的粉丝,对这部新剧抱有抵制态度。 从评分来看山河令,目前豆瓣评分8.3分,而陈情令是7.7分。 从实时热度来看山河令,登顶超话榜单陈情令紧随其后。 从讨讨度来看,最近有关山河令的热搜非常多,特别是关于主演颜值还是CP剧情,大有超越陈情令之势。 虽然都是单改,但题材不一样。 山河令拍得更大胆,两位帅气男主的对话也非常耐人寻味,简直是在过审边缘疯狂徘徊。 不同于陈情令中男主间的兄弟情,山河令中的男主感情变得更复杂,大家都懂。 小编也看了山河令,觉得这部剧get到了原著的精髓,还原度很不错,两演员也挺贴合角色,CP剧情吸引人, 两男主演技在线,回看陈情令,有很多网友很奇怪陈情令怎么火的,看了一点,感觉武打场面也不出彩,人物演技也不是非常好,怎么就被吹出了百年大片的感觉? 这让以前那么多经典武侠剧情何以堪? 实际上陈情令是剧过人野火,别说两位男主就是其他,配角也都是人物饱满很有记忆点,要不怎么叫陈情男团呢? 回顾陈情剧情各个人物都在眼前浮现。 山河令也好看,但是演员爆火的可能性不大,最终可能是剧火人不火,也有可能大火但肯定不会超越陈情令的两男主。 在2月27日,是肖战粉丝227事件一周年之际。 当时事件爆发时,网络上胡声一片,很多人以为肖战就要退圈了,但是谁能想到肖战仅仅用了几个月就中规顶流。 另一位陈情令主演王一博,热度更是从未减少,接连登上春晚和元宵晚会。 可以说,肖、王仍是娱乐圈最热男星,尽管如今新王诞生,流量之位不太可能被取代。 对此,你怎么看山河令呢?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